鹿酒高秀創客工作坊 讓小孩發揮天馬的成功創意 讓老家再會一次又一次嘗試加西拜中 找到最后成功的方式 雖然過程當中會遇到困難 但是哈欣遊玩相當的認真 老師 看好了 看到自己看這完成的線路 在家電後可以順利亮燈 多多振奮哈欣的主行星 鹿酒高秀創客工作坊的陳述宏 會一般要調整創意肥皂盒 因為肥皂盒本身會有摩擦力 然後如果要在平滑地面上滾醉酒 通常會是用在下面加一個圓形的輪子 然後也可以在肥皂盒上面裝個流線型的東西 讓它那個風阻降到最低 就是用肥皂盒 棉花棒 皮皮瓦韌板 還有黏土 讓肥皂盒可以在這種平滑地面上滑醉酒 今天有自己想法的說話 非常感激在創客工作坊還是 雖然感覺確定非常清楚 回去也要常常在網路找資料 但是又完六十幾重 幾乎 盤柱 盤柱就是壓住塑膠 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還在 這樣知道嗎 在創客工作坊學習會比較開放 比較 就是不會像在一般上課就坐著 一直聽老師 一直聽老師說 要怎麼做要那樣做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想說 你要往哪個方向去邁進 雖然經理創客工作坊 還在創客工作坊 但是塑鴻在老師的庫廷安排下 已經慢慢會笑不少的技術 未來他會運用這些技術 跟下自己的創意 做出更多不一樣的作品 接下來本件看林英如 落酒彩虹報道